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十月來到一半的時候 終於有一宗可以堪稱為十月驚奇的猛料爆出來了 而且內容真的相當震撼 我認為這宗醜聞是足以扭轉美國大選選情 這次的猛料爆料人是美國媒體《紐約郵報》 而被爆料的就是拜登和亨特兩兒子爺 究竟這件事有多爆呢? 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紐約郵報》的獨家報導 在2015年4月17日 烏克蘭能源企業Burisma的董事會顧問 兼高級管理人員波扎爾斯基 就向亨特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 透露了外奸從來不知道的一次密會 當然密會的對象就是時任副總統拜登 《紐約郵報》原文引述了這封電郵 波扎爾斯基這樣寫 說親愛的亨特 感謝你邀請我來到華盛頓 並且有機會見到你父親 共渡時光 使我感到榮幸和愉快 實情在2014年的時候 亨特已經加入了這間 Burisma公司做事 據報每個月薪金可以到達5萬元美金 折合港幣39萬元 為什麼會用到這麼高薪金請亨特 到底他有什麼過人之處 還是純粹是拜登的兒子這個身份 《紐約郵報》繼續說到 說亨特加入Burisma董事會 在2014年5月12日一封電郵當中 波扎爾斯基提到 說希望利用亨特的政治影響力 來幫他那間公司 其實這封郵件恐怕都提供了一個答案 亨特本人有什麼政治影響力 還是政治影響力其實是源於拜登的呢 而在2015年12月 拜登曾經到訪烏克蘭的基父 他當時要求烏克蘭總統波羅辛科 和烏克蘭總理阿彩尼克要解僱一個官員 這個官員其實就是烏克蘭的檢察長 他當時正在調查 亨特就職那間Burisma公司的醜聞 拜登不能夠空口說白話 到底他是有什麼交換條件呢 根據報道所說 拜登是以扣留10億美元的 美國貸款擔保作威脅 事實上 烏克蘭政界當時跪下了 後來這個檢察長 他自己遞信 辭職不做 相信就是受到拜登方面的施壓 而其實在今年5月中的時候 有一名烏克蘭議員公開了一系列 拜登和前總統波羅辛科之間的電話錄音 而根據錄音的內容也證實到 拜登在就任副總統期間 曾經以10億美元貸款作為籌碼 是勒令波羅辛科要解僱的檢察長 華盛頓郵報也曾經報道過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一件事 當時烏克蘭議員公布的電話錄音 和現在紐約郵報所踢爆的電郵紀錄 他們所聚述的內容是吻合的 沒有衝突 究竟紐約郵報現在公開的電子郵件紀錄 是怎樣得到的呢 事遠在一年前 即是2019年6月4日 有一個神秘人 就把一部被水浸壞的MacBook Pro 放到一家電腦維修店那處 他又沒有付錢 後來又沒有拿回電腦 店主嘗試多次和客戶聯繫 都沒有回音 後來這個維修店老闆 就把電腦的硬碟修復了 發現了很多東西看 除了這些電子郵件紀錄之外 還包括了一段長達12分鐘的不雅短片 這段短片 紐約郵報未曾公布 但是根據他們的文字序述 就說片段當中顯示 而現在亨特是涉毒 和和一個女人搞事的色情片段 另外還有很多色情照片 在這個硬碟裡找到 不知道是否紐約郵報 是想擠牙膏 他們在今次的報道當中 只是公布了四張照片 而這四張照片都沒有色情成份 只不過是拍攝著亨特 不收蝙蝠地吃煙 又或者是不穿衣服 雙手摸著自己的胸 其實都很奇怪 拍攝出來 完全跟亨特平日的形象相差很遠 是他一些私人照片 其實這件事件 跟當年的陳冠希電腦事件 都有幾多類似之處 只不過當年就是陳冠希拿電腦去維修店製造 現在究竟拿電腦去製造神秘人是什麼 根據這家維修店老闆的交代 就說連他都不肯定 拿電腦去的人是亨特 但在那部MacBook Pro上 貼了一張博拜登基金會的貼紙 博拜登其實就是亨特的老闆 亨特的老闆走了 就是這個基金會以他的老闆去命名 後來這個維修店老闆 就把這件事告訴給政府 在去年12月的時候 聯邦調查局 就把這部電腦和硬碟拿走了 但是這個維修店老闆 就說他曾經複製過這個硬碟 就是所有的資料已經有一個備份 他就把這個備份交給前紐約市長 朱利亞尼的律師 紐約時報輾轉通過朱利亞尼方面 拿到一份副本 所以就可以作出這個爆料 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就是這樣 這宗爆料當然對於拜登來說 影響非常大 正如白宮新聞發言人 麥肯納尼所說 就是那個美女 他就說拜登 一直都宣稱自己沒有跟兒子或兄弟 去談他們的生意 如果現在這個紐約郵報 揭發的電郵紀錄是屬實的話 就證明得到拜登在說謊 對於拜登的誠信來說 當然會嚴重打了折扣 無論是亨特在烏克蘭能源企業的任職 每個月收取五萬元美金人工也好 還是拜登向烏克蘭政府施壓也好 其實也是存在著嚴重的利益衝突 而且拜登還說沒有干涉到他兒子的生意 原來現在被人發現是有的 當然你說 這個紐約郵報所說的報道未必是屬實的 其實在Twitter上 很多拜登的支持者都是這樣質疑的 就說你這些電郵紀錄可以很輕易編造出來 你怎麼證明得到是真的才行 而且你紐約郵報竟然不找拜登去做訪問 你就已經登了這篇報道出來 這些說法看起來好像有道理 其實就反映了有些美國媒體真的雙重標準 在2016年的時候 有些媒體去報導說特朗普的通俄門事件 當時一樣是沒有找特朗普做訪問的 沒有找他回應的 照了那些說法登出來 後來證實到原來是老屈特朗普的 那些又怎麼計算呢 現在又把標準定到這麼高 這個標準你自己都不實踐 你就叫人家實踐 是不是很奇怪 另外又有人質疑 說紐約郵報現在所刊登的電郵紀錄可能是留的 如果是留的時候 紐約郵報就有一個非常重大的責任了 因為他是在誤導公眾 那你說最好是不是拿去調查一下 現在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 已經是就著這些洩露出來的電郵展開調查了 那你就讓他去調查一下 真定假很容易是水落石出的 是不是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但是有一件事就有個問題了 紐約郵報報道了這一宗新聞出來 但是在Facebook和Twitter上 竟然間限制這宗新聞 就是紐約郵報消息的傳播 那沒理由這樣做 是不是 你應該讓公眾來自行判斷 有什麼可能這樣來限制新聞自由 等於四年前 特朗普那件所謂通俄門事件 Facebook和Twitter有沒有這麼高規格來限制 有沒有說這些消息可能是留的 現在證實了特朗普的通俄門是留的 是炮製出來整他 那有沒有幫特朗普澄清呢 是不是 這些就是雙重標準是偽善 總之唱衰特朗普的就可以任他散播 然後對拜登不利的就說要限制 這種雙重標準就是不公道 如果你是證實得到一宗消息 百分之一百是假的 你走去限制他的傳播 是應該的 你是盡了一個社會責任 不要讓那些假消息在社會上散播 但是現在紐約郵報這篇的報道 出了一天那麼大把 你究竟有沒有一個確鑿證據 證實得到他所報的東西是留的 你是否有這麼肯定 否則的話 在新聞自由和公眾利益的大前提下 一個社交平台有什麼權利 將新聞下架和限制他的傳播呢 這個完全是說不通的 這種做法完全是違反了 民主和自由社會所擁抱的核心價值 是有問題的 特朗普也在Twitter上說到 Facebook和Twitter這樣把《紐約郵報》那篇新聞下架是恐怖的 他說沒有東西差得過一個腐敗的政客 說得不錯 最後我又看到有些人質疑 而紐約郵報這篇的消息來源 是來自一個電腦維修店的老闆 就說不妥當 實情啊 利用匿名的消息來源 去報導這個新聞 很多媒體都在做 比如說白宮消息人士 或者知情人士等等 全部都匿名的 難道全部消息你都說他是假的 後來有些消息都證實了是真的 特朗普身邊有些硬仔爆料 對不對 那時候這個維修店的老闆 他的名字或者他的身份 完全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 究竟《紐約郵報》這宗消息是堅定留的 那時候參議院就說去展開調查 任由別人去查一下 查到水落石出為止 不要冤禮任何一個人 這樣就最好了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